忍住不射 好,我來講忍住不射這東西 我之前講了兩個忍住不射 一個是你根本沒有射出來 所以你不算射嘛 那另外一個呢,就是你已經射了 但是你抓住前面,讓它出不來 所以它往後面,往膀胱上面射 那但是還有另外一種 我覺得忍住不射這個是 每一個人的定義不一樣 有些人覺得只要那個精液沒有出來 就叫做忍住不射 但是有些人的定義是 我根本沒有出來 那當然就是忍住不射 譬如說,你在自慰 你自慰到一個很想要出來 興奮的時候 你不要再摩擦了 這個時候也叫忍住不射啊 你降低摩擦度 你降低的興奮感 你就不會射,這個也叫忍住不射 在這種情況下的忍住不射 對身體完全沒有傷害 那至於為什麼有些人會說 忍住不射會有傷害 是因為它的後果 假設你每一次都忍住不射 每一天每一次都忍住不射的後果是什麽 那這樣子是不是就等於是 像我們之前講的 你長久沒有射精 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你常常忍住不射就幾乎等於了 你不常射精嘛 那我前面就講過了 你不常射精 會有一些生物線發炎 非細菌性的發炎的情形 對吧? 那是因為你常常忍住不射 有這樣的後果 而不是你忍住不射的這個行為 當下對你的增殖器有什麽樣的傷害 這樣聽得懂嗎? 好 那另外兩種忍住不射 一個就是我剛講的 其實已經出來了 只是你把前面抓住 它就往後衝 這上次講過了 沒有想再聽的 可以去看我的那個YouTube頻道 那另外一個忍住不射 是有一種就是 它其實已經出來了 但是你就是夾緊 就是夾緊讓它飆出來 我不知道這個比喻恰不恰張 但是我覺得這個比喻是 比較能夠理解的 譬如說就像你已經要落曬了 你已經要腎便了 拉肚子了 但是你在一個不該拉肚子的場合 你會把屁股收縮 縮起來嘛 但是那個不代表大便沒有出來 對吧? 它其實已經在那個門口 只是被你這樣縮起來 這也是一種忍住不射 那這種忍住不射呢 它就是會塞在那個管道裡面 那當然你常常有這種要射 已經又把它講 又把它捏住 讓它出不來的這種忍住不射 當然就會造成我們一些氣質上 氣質就是我們的 結構上面的一些問題 譬如說出經管阻塞啊 還什麽什麽等等的 那我一開始原本講的忍住不射 就是你降低摩擦率的忍住不射 就是你根本沒有東西要出來 那這個完全不會 這個行為完全對身體不會有傷害 是因為你常常 天天 每一次都不射的話 那就是我們前面講的問題了 不射經會有什麽問題 會有什麽樣的後果 這樣你們邏輯懂嗎? 可以吼?好 因為男生在射經前 在肛門的... 就是男生的陰... 不是陰部 男生的那個陰莖 跟肛門的這個中間這個點 男生可以感覺到一陣收縮 所以有沒有射出來 你自己很清楚 就像是繞賽 有沒有繞在褲子裡面 也只有你自己知道而已 那如果賽已經要出來了 只是你屁股夾緊的話 那這個也代表它出來了 只是它卡在縫裡面 你沒有讓它出來而已 那如果平常你根本沒有想要搭便的感覺 那根本就是沒有出來啊 這樣可以理解了吧